飞碟说,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一分钟,每周一至少五更新 男朋友,买回来榴莲,又饮又碎,难吃死了 哼,愚蠢的人类,挑榴莲还得我来叫 一,听声音,成熟的榴莲果肉,会跟外客分开 拿起榴莲轻晃一下,能听到细微的声音 晃的时候要小心,不要被外面的刺扎到手 二,看颜色,外客变成黄色的榴莲,是最好的 如果饭轻,说明还不够熟 如果又变成黑色的地方,那里面的果肉可能已经坏掉了 三,捏软硬,用手指捏相近的两根刺 如果很容易把它们捏拢,这里面的果肉多半又甜又饿了 四,属小山,榴莲外面有一个个隆起的小山 每个小山里面都有一半果肉 小山越多,当然果肉也就越多 五,闻气味 已经开裂的榴莲,直接用鼻子闻 香味越浓郁越好 当然,对于不爱吃的人来说,就是越丑越好了 榴莲吃多了,容易上火 最好搭配水果皇后山竹一起 亲火气哦 扫码关注飞剑书微博微信 教你成为居家小能手